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晶器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 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用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液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娟 在进入我们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呢 有一个好消息呢 要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也就是我们2023年 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 即将在我们的9月份 正式开始招生啦 那由于呢 这个是我们这一年度 最后一个班级招生 所以呢 我们会采用限时 以及限量的这个名额呢 来进行招生哦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你呢 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我们有详细的介绍页面 以及相关的这个连结 那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呢 我们会着重在培养你强重的 这个心灵肌肉 那当然呢 我们要灵活运用 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来到宇宙小学堂 我们会协助你来转换思维 并且突破框架与信念 那最重要的是呢 里面的工具跟方法 都非常的简单 能够协助你 在面对生活的实际状况的时候 能够将它拿来进行一个运用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宇宙小学堂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欢迎你 不管你在世界各地 都可以来上我们的课程哦 因为我们不仅有线上课程 也会有这种非常丰富的互动的 团体辅导的这个过程 所以很多同学们 他们都有非常棒的反馈 所以如果你想参考 你的学长节的反馈呢 在我们的介绍页面 以及IG的现实动态呢 都有这些同学们 来分享他们的喜悦 所以非常诚挚邀请 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你对于我们宇宙小学堂 基础养成班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来参考我们相关的资讯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 这一次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巨蟹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的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们一样会有 这个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OK 首先呢 我很明显看到 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 最近呢跟这个紫色的水晶 或者是紫色的能量厂呢 特别有连结 OK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 不管是在服装啊 配件啊 饰品啊 或者是指甲油啊 都可以 你可以自行灵活呢 去做一个搭配跟替换 好吧 因为我感觉这个紫色的水晶呢 会让你最近做事非常有效率 然后你也会很奇怪哦 你也会觉得好像精神特别好 OK 好 来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 来开场讯息是呢 这两到三中 我感觉某部分巨蟹座的朋友们 好像很喜欢吃 这个好难形容哦 很像黏黏稠稠的 这种糕饼状的东西 或者是这样类型的食物 例如说 比如说猪血糕 猪血糕呢 它是软软的嘛 然后好像有点 吃完之后会有点 我不知道这样形容 对不对 这是软软的 然后有点稠稠的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或者是 还有什么东西 是类似像这样子 如果你们最近有吃到的话 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或者是比如说像纳豆 它也是一种食物 可是它拉开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 丝的这种感觉 所以有可能是 类似粘稠类的 或者是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山药 对山药也是 就是我看到是一块一块的 我不确定那是糕饼 还是是食物 或者是像纳豆啊 山药啊 猪血糕 这样类似的东西呢 我感觉是 你这两到三周 身体特别喜欢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 比较适合你消化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用途 这个就可能是给 小众的巨蟹 做朋友们的讯息啦 OK好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要给这个 巨蟹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某部分的巨蟹座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家里的马桶 好不好 因为我感觉好像是 不知道是那个 冲水压水的那个坏掉了 可能是 陷入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很明显看到 有的人可能是 马桶坏掉了 然后有的人可能是 需要去 换马桶的一些 什么配件 或者是换了新马桶 都可以 OK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给你们提供 这些小讯息 做一个生活的 这个小小的提前准备 OK好 那我们就准备 来进到这一次 你的双中能量浴室 排卡解读 好吗 来 首先呢 你这两到三周的挑战 是权杖国王 OK好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前必三 OK好 我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讯息 就是巨蟹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 你需要去看 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影片 你可以去看 好吧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如果你觉得 你 不管你心盘上面 有没有这个星座 你觉得你想看 你就去 好吧 OK好 因为这是给 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 的参考讯息 OK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你们能量场上面的 呈现跟细节 OK好 我觉得巨蟹座的朋友们 最近比较有点像是 怎么说呢 好像比较像是 在克服自己 心理障碍比较多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然后好像 再重新找回 你自己的力量 可能最近有点太累了 或者是太操劳了 或者是对某个 可能你现在 交手的相关状况 人数可能失去了信心 或失去了 我这样讲 希望好了 我目前看不到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你最近呢 可能是在重新找回 这个 重新整理这个力量啊 或振奋自己 这种内心情绪的状态 会比较居多 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 好吧 这张呢 是你的挑战牌 他是权杖国王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 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说明 你在过去的状况 抽到是 这个吊人牌 然后圣杯三 还有权杖四 OK好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 你可能在交手的一个 相关状况元素呢 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 应该是还不错的 那可能跟你合作的人 跟你在一起的人 或你想要读的书 或者是你想要去的 这个公司呢 我个人感觉呢 有点像是顺风顺水 大家其实都还不错 可是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东西啊 反而呢 给了你一个 反思的机会 就是 OK 现在都很好 那接下来呢 就有点类似说 好啊 我现在就住在这个职位了 我也在这样子 大家都很羡慕的公司上班 那接下来呢 我人生就这样嘛 或者是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伴侣跟我很好啊 但我们每天都过一样 但他对我很好 他也很爱我 然后 那接下来呢 比如说 接下来可能 比如说 你们要不要结婚啊 要不要生小孩啊 还是要不要一起去别的地方 或者是一起实现什么样目标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会引发你来到这个 吊人牌卡的 这种状态 接下来呢 我到底该怎么做 还有 我觉得某部分 很小众的这个巨蟹座品 你可能会去思考 这个是不是你真心想要的 所以即使在这样的状况 很顺风顺水 或看起来还不错的这个状态 我总觉得啊 你呢 某部分很小众的巨蟹座品 我要提醒你 不要陷入这个 催毛求疵 或者是比如说 往这个牛角里面钻 钻这个 钻牛角尖 我觉得 你不要去过分做这件事情 因为 这个东西 可能非常有可能 把这个 目前这个状态啊 你会有一种 我这样讲 讲直白一点 就不要没事自己找事做 OK 但我不是叫你去忽略 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而是说呢 不要想 不好的 就不要刻意去想一些不好的 他会这么爱我吗 他会爱我十年吗 我能在这个位置继续干活 会干个十年吗 他们会不会fire我 不要这样子 就不要走那条路 好来 然后这边呢 回到这个第二人牌卡 就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去思考 下一步怎么走 但是不是吹毛球 是钻牛角尖的那一派 而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交锁相关状况 源述世界梦想或目标 或我现在想要去达成东西 有没有有机会 能够让他能够更加 比如说朝向我更长远的目标 或人生的蓝图 或者是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再更加升华 我觉得呢 这个是有点像是升华 优化提升 或朝向一个更大的目标 比较有点像是 你在过去能量场 在这个东西 情境状况之下 引发了你有这个思考机会 所以来到 现在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权杖十 抽到权杖七 然后抽到的是权杖式者 你这边全部都是权杖哦 OK 然后呢 你的挑战牌卡又是权杖 他们叫我一次给你看好了 好嘞 这样我先这样给你看 权杖七 权杖式者 还有这个权杖国王 其实说实在的 象征的就是权杖九 七加一加一等于九 然后这边来到权杖十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 有一种像是说呢 我如果想要把这个东西 有所提升 或有所改变好了 或这个坏习惯 我想要把它移除 我想要有一个更好的健康状态 OK 那我该怎么做呢 你呢 其实会变成是像这个权杖骑士一样 你应该拿这个权杖 冲锋陷阵 打好基础 努力去做 赢得你想要的这个胜利 或你想要做这个目标 原因是因为 我个人会感觉啊 你觉得好 如果我要再提升 比如说我要再升迁 或者是比如说 我要跟这个人结婚 那我们要存多少结婚经纪啊 两小孩要多少钱啊 可能要去商量这些事情 你要去提升你自己的职位 OK 有没有需要增进的技能啊 有没有需要通过考核啊 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啊 让公司可以认可你啊 我个人会感觉啊 就是在你这边思考之后 你开始觉得 OK 如果我要往上走 让我的人生呢 可以重新再往前的话 其实这个权杖七啊 权杖八啊 加上你最终这一张权杖九啊 来到这个权杖十 下一张就是权杖一 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边筹备的东西 它就开始了 它就翻转了 但是可能要经历过这些东西 但是经历这些东西 你不要害怕 云星云的能量场很好 好 我跟你解释就好了 先跟你解释这个权杖十 你注意看哦 这个权杖十啊 它反而啊 拿着这个骷髅头啊 把它当作它的地基一样 然后开 这种开展啊 盛放的这个感觉 所以这个权杖十啊 是你会关关难过 关关过 但是你要去经历这些挑战 它会成为你的养分 你会绽放这棵大树 走到你的权杖 OK 然后呢 这边这个权杖七呢 就是除了要打好基础之外 你要保持这样的热情跟行动力 还有一件事情 你要永远记得 这个你想要飞向过去 想朝向过去 因为你注意看哦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权杖国王是一只鸟 它不是一个人拿着 因为你还在前进的路上 你还在朝向你前进的路上 就像这只鸟 它要准备朝向这个权杖一了 好 那这张牌塔 虽然是权杖国王 它没有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很好的原因是 你这边也是太阳 这边也是太阳 这些所有属于 你想要的愿望 或光明的未来 你要的对象 或你要的生活 是靠你自己 怎么讲 这个权杖七权权八 权权九权十 我个人会感觉 如果你愿意哦 这个事先告诉你 现在就在能量场 你已经要开始去思考了 如果真的要这样子做的话 我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我愿不愿意这样子做 我愿不愿意去承受这些挑战 我愿不愿意 可能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 需要妥协啊 需要努力啊 需要付出啊 可能就没有办法 像比如说 现在我们两个世界很快乐 有了小孩 可能我们就要付出很多心力 或比如说 我想要来到一个 更高的一个身间的位置 那我的责任就更重了 OK好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说 你已经现在来到这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抉择点 就是我要冲呢 还是不要冲 因为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是宝剑八 抽到是命运之轮 抽到是权杖三 OK好 这几张牌卡呢 是在未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命运之轮啊 会因为你想要向上爬 而有所转变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几件事情 OK好 你注意看哦 你现在在爬这个阶梯 还没有到尽头 意思就是说 这有一段路要走 有一段路要走之外呢 你要特别注意两件事情 OK好 当你在这个一段路要走的 这个文章当中 你一定会觉得 我的路对不对 我这样真的好吗 要不要现在回头一下 这张命运之轮呢 其实是一个蜘蛛网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哈 那如果我要这样子的话 我要再重新怎么样 我要牺牲什么 我要妥协什么 我要干什么 你呢 这个命运之轮本来要推动哦 结果你把你自己困在 这个蜘蛛网上面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还有这张牌卡 是一个宝剑八 这个宝剑八呢 是一个小女孩 然后披着一个像 驴的这个毛皮 然后呢 旁边有八支宝剑 就这样子插在他的毛皮上 OK好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开始有点自我怀疑 或者是说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然后这真的是 我正确想要做的 这些选择吗 那你也很害怕失败 你也很希望受到保护 或你也希望 这件事情是肯定的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其实你不需要 躲在这些状况底下 然后想太多 或钻牛脚尖 或吹毛求疵 或者是把自己困在 在这个蜘蛛网里面 你唯一要做的 其实很简单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个宝剑插的是 插在毛皮上 又不是插在你身上 你那么担心干嘛 你去从这边走出来 那爬上这个阶梯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你不要在未来的时候 做过太多的预设立场 或有太多的一些想法 恐惧担忧 然后阻止你自己向前 那就好笑了 就是没人挡你 你自己挡了你自己的路 OK好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潜壁山 这个潜壁山是非常好的 你注意看 这个女生 她是在这边唱歌跳舞的 手上拿着一个潜壁的 OK好 然后后面 虽然有两个怪物 对不对 但是她不理他们的 OK 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边 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的 这个状况当中 你不仅会有很多人 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 这么怡然自得 这样 你怎么都不受影响 那是因为 你注意看 这个女生 她这个决心是很强的 你可以注意看她的表情 因为我不知道 手机看不看的 就是你们用手机 看不看的 清楚她脸上的表情 因为这个女生 给我的这种 戏剧张力 你可以注意看 她是很全心一意 一心一意的 向上往上走的 你懂我意思吗 她没有在管 我这边掉下去 会被海沉在这个里面 她没有在想这件事情的 OK 她就是很努力的 要往上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这样子非常坚毅 一心一意 非常专注的这个状态 会让旁边的人 我会觉得 你会影响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就是这两个怪物 这两个怪物有点像说 你会让旁边的人看见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的专注 这么的开心 这么的快乐 这么的投入 然后在你身边那些 很犹豫的 深深巴巴的 或者是比如说 我们这样讲 就是 怎么讲 会劝说你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能量场很微妙 就会劝说你说 哎呀不要啦 生孩子很累啦 不要啦 为什么要升迁 这样不是就很好了吗 干嘛要追逐什么 太高的理想 我告诉你 在身边会这种 所谓劝说你的人 他们反而会有点被你震慑 OK 所以我会觉得 你可以透过这个东西 去实现你这种 自己想要的理想 或自己想要的生活 或想要的这些状态 我觉得呢 你只要维持像过去这样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基了 你现在只是要踩着这个地基 往上走 跟这个权杖是一样 跟这个爬这个楼梯是一样的 所以千万啊 不要因为这些东西 而阻碍了你自己 因为我感觉 这是有一点像是说 从头来过啊 要再次投入啊 所以担忧难免会有 好吧 OK 好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宇宙验证牌卡 OK 那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 不管是新闻或老朋友 都会建议你一定要来看 原因是因为呢 宇宙验证牌卡 他会有时候 重复出现一些 相同的牌卡 告诉你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分解点 去接受我朋友们 OK 然后呢 还有呢 有些时候会跑出一些 就是 怎么讲 一些牌卡 来解释我刚刚所做的 这些内容 好吗 好 所以请给我一点时间 去洗一下你的牌卡 好 因为呢 这个牌卡 它很滑 所以 会一直很滑溜的 溜来溜去 OK 好 请稍等我一下哟 好 OK 好 好 终于翻过来了 好 来 还有最后一张 好吧 好 所以 金 也不是 那个什么 巨蟹座 我会建议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一点点 金油座的能量长 所以我会有感觉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你就去看看吧 OK 好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所抽到的这个 验证牌卡 是这个权杖五 OK 来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权杖五 是这五支权杖绑在这边 你看 你很安全的 外面刮风 打雷 闪电下雨 你这个小老鼠 不是小老鼠 小松鼠 在这边过得可歉意的 因为你是一个很稳的堡垒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在过去这个状况当中 你抽到这个权杖四 跟权杖五 其实说实在的 都让你来到一个 很稳固的状态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顺风顺水的这个状况当中 反而呢 这些闪电累积 我会觉得有点像说 就好像 你被雷打到一下 你突然想到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持续在我的舒适圈吗 我要在这么安稳的地方吗 我要不要去外面挑战看看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这就是在讲 你过去的能量场 严谨意外 很简单 好来 在新阶段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圣杯酒 抽到这个保健室 OK好 来到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 你可以注意看 这个圣杯酒呢 所有的圣杯是倒过来的 你有沒有发现 这些圣杯倒过来 是为什么呢 要灌溉这些花朵啊 它在下这些小雨啊 好 然后呢 这个保健室 你注意看哦 它是把这个手指切断 不要担心 你手指不会被切断 这个手指切断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所有的这些 除了你现在打算要去做的 想要提升的 想要改变的 或想要追求的 这些东西需要你营养的灌溉之外呢 还有为什么手指头要被切开呢 原因就是说 你看哦 这是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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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它在流血 对不对 OK好 意思就是说 你得要像我刚刚讲的 一步一脚印 靠你自己的实力 要从头再来过 比如说我们就这样想啊 他们叫我这样跟你解释 这些手指头断掉了 又怎么样变成一只正常的手指头呢 把它接回来啊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再把这些东西从头来过 OK 他们说 这个从头来过 或一节一节要慢慢把它接回来 你会觉得有点辛苦 为什么呢 你看哦 这宝剑3呢 加上这一只宝剑4 是在这里的 OK 那么要我跟你讲啊 这些所有被切断 这些小小的手指头呢 这个宝剑3 有一点像是说 你很担心 你很害怕 如果万一我下错决定 我过去所有的一切就白费了呢 而我要迎来的是 断掉所有的手指头 可是我虽然什么都没有办法抓到 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得到 OK 所以我们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 宝剑4这张牌卡是告诉你 你去思考 这些所有的东西 你该怎么做 你心里有一个底 你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你也知道说 用这些所有你全心全意 要去灌溉的东西 它需要有一点时间的 所以不要紧张 因为这支宝剑1呢 就是象征的 你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快的 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OK 好 所以不要太担心看到这些牌卡 牌卡 不要就是整个下落吃手收 就像这样吃手收 好 那你的挑战牌卡呢 是全帐国王 你抽到牌卡是圣杯1 然后还有全帐9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的牌卡就是在这边重复验证 来 这个全帐9呢 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这些所有的东西呢 好 我拿起来给你看好了 这个全帐7呢 还有全帐骑士 还有全帐国王 象征的就是全帐9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你又在往上爬了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牌卡很有趣 都是重复验证在验证 你在往上爬这个楼梯啊 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讲吗 你不要害怕 爬上这个楼梯掉下来 然后可能会被火烧死 或掉到这个海水里 对吧 你往上走是为什么 为了就是要去拿这个水嘛 对不对 OK 拿这个水 不管是拿来灭火 拿来给你自己喝 你看 你瞻前顾后 你很清楚知道 这边该怎么做 这边该怎么处理 这边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会告诉你 这一节一节的手指头就是 好 当我要往上走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再 利用我这些地基 然后一步一脚印的 去把这些手指头接回来 让它掌握在我的手当中 你看哦 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太阳 我刚刚一直都是阴天 太阳马上就绽放出来了 所以我会告诉你 没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你这边还有两颗太阳 OK 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共识性 好 然后呢 他们说呢 除了这些要告诉你之外呢 还有这个圣杯酒呢 还有这个圣杯衣呢 其实加起来 说实在就是圣杯石 好 OK 这张牌卡是要告诉你 当你用这些去灌溉之后 你会得到这个最大的这个圣杯 因为这是你去灌溉的 那圣杯酒加上圣杯衣 象征的就是圣杯石 OK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圣杯石 这个能量场会感觉 你去挑战这个东西 你得到圣杯石 是因为你把这边过去 你想要提升东西 来到这边实现它了 OK 那在未来呢 能量场你抽到的是这个圣杯 对不起 圣杯骑士 然后呢 还有这个保健酒 然后还有这个权杖寺 OK 这张权杖寺呢 要告诉你 在未来呢 其实说实在 你刚刚那边也抽到一个 诶 我看一下 嗯 在哪里 诶 哦不是 好 我看错了 你 应该有才对啊 我看一下 等我一下 诶 我记得我刚刚有捡到一张牌卡 在哪里呢 哦在这里 权杖三 好来 好 这个权杖 我就想到奇怪 我明明就有一张权杖 权杖三跟权杖四在这边才对 来 这个权杖三跟权杖四 是在你过去的能量场 在未来的能量场 你这边抽到这个权杖四 就是要告诉你 这些所有啊 你透过这些 你辛苦流汗 愿意付出去耕耘的这些花朵 终究呢 这个权杖四会燃烧的 它会绽放的 它会盛开的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不用太担心 你从这边的基础 转移到下一个 更稳定的权杖四的基础 然后这个宝剑九 你注意看 这个就很有趣了 你看这边人要攻击你 你已经变成 念成像刀枪不露了 OK 你看这些怪兽要攻击你 你这个刺猬的剑都拿出来了 所以呢 你看你这个眼睛这边 还发射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光芒 就是为什么我会刚刚讲说 你这边就是有一种 一心一意 专注力极高的 OK 还有一件事情 你看在下面 你所暗藏的这些宝藏 都是属于你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你就坐在这边 你看 坐在这个圣杯里面 你看 这么就坐在这个圣杯里面 好好地享受你这些东西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OK 好 那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这个权杖三 你冲到这张牌卡 是圣杯七 OK 你看 你在过去所经营的这些东西 慢慢是不是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这些东西 会长像一个大树一样 你会得到丰盛的果实的 而且你注意看 这一张圣杯七 很特别的 所有的杯子里面 装的都是同一个苹果 OK 那装的这个同一个苹果 象征的就是 这就是你丰盛的果实 所以你真的没有什么 好需要担心跟害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状态好像是有点 在思考 在思索 在精精善善的这个过程当中 但是你的牌卡 其实我觉得都一直在 给你一个蛮好的印象 去谢座的朋友们 OK 好 来 最后呢 我们再来抽一个 这个给你的建议牌卡 好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还有最后什么样的建议 OK 就是这张啦 OK 好 来你看 这张牌卡叫做 Double Mission 我刚才有跟你讲 你看到这些人都飞起来 像是扬声要提升 要往前走了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啊 你除了现在这边有一个地基 就像我刚刚前面举例一样 你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感情对象 接下来你们要来到这个 你们要成立的这个圣杯时 也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它是一个Double Mission的 Double Mission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照顾我的另外一半 但我们现在也共同有 我们自己的家庭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 你一直在想要往上提升 把这个东西把它变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是很简单的 我觉得就好好去想吧 怎么样可以把你现在 所在乎的这个消耗的相关中国人数 去让它有所提升 走向你想要的未来 这不就是我们人生 不断不断的在追求的进步 不断不断在追求自己 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些 我觉得价值也好 实力也好 能力也好 但是这是为了你自己 不是为了别人 OK 好的 那以上 这个就是我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呢 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帮助 也希望你好好为这些 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 然后好好地去计划 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就去行动吧 OK 祝福你巨蟹座的朋友们 也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